说起八六版的西游记 真的是很多人心目中永远无法超越的经典吧 这部剧主要讲述的就是 大唐高僧唐三藏经过菩萨典化后 准备到西天取经 一路上收服了三个徒弟孙悟空周八戒沙风 还有一匹白龙马 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后 终于到西天大雷金寺 取得真经修成正果的故事 这部剧因为精彩的剧情和演员精湛的演技 也迅速的爆红全国 成为观众心目中难以超越的经典在这部剧中 最经典最引人关注的 就是唐僧师徒四人吧 唐僧心地善良心怀悲天悯人的大善 孙悟空是打怪小能手 一路上降妖除魔拳靠孙悟空 出八戒好吃来做 还总爱和唐僧说孙悟空的坏话 但是心眼却并不坏 也总能在结局唐僧的时候 出典力沙僧在整部剧的角色就是沉默寡言 一路上担着一副担子 总共也没出过几次手 但是心底纯善对唐僧更是赤打忠心 这几位主演的角色真的是让人印象深刻 但是你知道吗 在这部剧中 孙悟空并不是只有六小灵童一人扮演 还有他们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孙悟空一开始刚出世成为水莲洞的大王 因为手下的猴子老死了 孙悟空下定决心出去学医 然后自己画着小船飘洋过海 去找神仙学医的画面 你知道吗 孙悟空划船的那个镜头 其实是就是刘江发完成的 因为刘江发是渔民 所以他划船的技术非常好 就由他来代替六小灵童拍着一段了 在唐僧师徒四人遇到金角大王 银角大王的时候 也再次有替身替六小灵童出演孙悟空了 在剧情中 唐僧又被金角大王抓住了 六小灵童为了九堂僧 就变成小妖怪去接九尾狐 金银角大王母亲 后将九尾狐打死自己假扮成九尾狐 可是因为当时技术条件达不到孙悟空扮演了九尾狐 就没法扮演孙悟空了 所以 傅导演任凤波 就上阵扮演了一次孙悟空 你肯定没看出来吧 第三位替身是在真假美猴王这个片段 我可能就知道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